扎根基层棒球在台中市议员段维宇的牵线下 台中市一间文创公司最近就捐给大理屠城国小 以及雾峰、万峰、四德国小等学校棒球队 一批特制球棒 希望借此鼓励小球员努力圆梦想争取最好的表现 带着刚做好的球棒 台中市议员段维宇服务团队来到屠城国小 要代表文创公司捐给学校棒球队扎根基层棒球运动 我们大理雾峰有些棒球队很棒 其实我们大理就是屠城国小的棒球队 是全台湾省最出名的 还有我们万峰跟四德国小雾峰的也很出名 所以他就告诉我说 我们中华职棒的有一些棒球器具都是他供应的 他愿意无条件的来推广棒球 先捐赠这三个国小球棒 明代表示因为从事棒球运动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相关设备耗损极大 这一次包含屠城国小在内 还有雾峰万峰国小四德国小等棒球队都有获赠球棒 借此鼓励小球员努力圆每个人的棒球梦想争取最好的表现 球棒很好呢也很好会 然后跟比赛棒子一模一样 就是很感谢议员会捐这个棒子给我们练习 然后会起来很顺畅 这一次的这个球具捐赠 然后我们特别感谢就是我们在地的议员 这个段维吾议员 然后以及华威文创公司的赞助 让孩子们在练球之余能有多一点的后勤资源 然后也希望这些球具可以让孩子的球技得越精进 谢谢议员 谢谢议员 今夜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童体育运动发展 让小球员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的球技 在场上用好表现来回馈大家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谢谢议员